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正恩乐得何不拢嘴 他这次出访为的是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不过地点不是大家原本猜测的海声威 因为他在哈桑短暂停留后 转车就一路向北 人在海声威参与经济论坛的普京亲自揭晓 他说要造访临近黑龙江的东方太空发射场 当地距离海声威1500公里 是莫斯科太空强权的野心象征 那媒体报道金正恩可能在周三中午前抵达 普京和金正恩显得很麻烦 只是英国媒体BBC却认为两人并非所谓的兄弟情 因为俄罗斯和北韩都被视为流氓国家 也面临严厉的制裁 他们也都指责美国霸权 拥有共同敌人的两国利益与共 才将他们紧密连接 赫罗斯和北韩可能进行军武交易 面对西方排挤两国抱团取暖 能不能各取所需 还得看金正恩和普京怎么谈 TVBS新闻中报道 而也引发国际关注的 这说是天灾其实也是人祸 是在常年内乱的利比亚 日前因为风暴短短一天就降下八个月的雨量 偏偏这里的水坝缺乏维护 撑不住大水因而溃蹄 目前利比亚洪灾已经造成上万人失踪 而死亡人数恐怕已经超过5000 救难员惊险涉水爆出小孩 利比亚洪水灾情 重灾区德纳市有四分之一泡在水中 滚滚大水如海啸般席卷 只是因为当地短短一天 就降下八个月的雨量 就连水坝都撑不住直接被毁 雪坝原本所在的位置只剩大片黄水 另一个镜头也能看见河岸周围严重泛滥 就连官方都说不准目前究竟有多少人遇难 因为光失踪人数就有上万人之多 这次造成利比亚灾情惨重的 其实就是先前曾重创希腊和保加利亚的丹尼尔风暴 长期内战加上基础设施 缺乏维护导致利比亚洪灾一发不可收拾 目前德纳市还因为电话线中断使得救援线困 利比亚东部政府目前只能宣布进入极度紧急状态 并实时宵禁 别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一个也是伤亡惨重的 是上周末在摩洛哥的强阵 现在死亡人数也是数以千计 不过也有人实在很幸运 现在有段画面是刚好在地震发生时的一场婚礼 那婚社影片就记录下地震瞬间所有人的惊慌失措 那么现在再去婚礼的地点看 已经整个镇城废墟了 不过参加婚礼的600多人 是全都安全逃生 保住性命 一阵天摇地动 音乐声和笑声全都停了下来 正是在摩洛哥的村庄 一堆新人正在举行婚礼 却遇到当地120多年来 最强的地震打扰 随着尖叫和哀嚎声四起 镜头跟着晃到不行 还有大批随时从天而降 现场一片混乱 等到地震停了下来 镜头才定格 这场婚礼拯救所有人 大难不死 青浪紧紧搂着新娘 一系之间被灭村 大家回不了家 只能在外打地铺 房屋受损严重都是结构性粉碎 主体梁柱扭曲破裂 空拍灾区几乎整座村庄全岛 因为都是专造或是木造 摩洛哥建筑物缺乏结构延展性 无法分散地震能量 非常脆弱 也是死伤盘胜的主要原因 TVBS新闻组合报导 只是在台湾我们看到没台风 也没有地震 大直却有民宅 因为旁边的工地而塌陷 现在受灾户 总算可以回家去拿贵重物品了 只不过有住户想开车来载东西 被一跤阻挡在外 一度因此爆发口角 其他住户就说了 这拿东西的时间限制20分钟 他们还以为自己在参加搬家比赛 大直房屋坍坍满一跤 坐在户上搬家困难重重 我的车子对 我往下乘的户 你是哪一户 7号 9号 好 麻烦你先来我帮你 你不要 我车子要进去 等一下 等一下 当场和易焦吵了起来 受灾户举出 明明距离铁皮为离 还有一段距离 为何不能把车开进去载货 不是啊 你这个人通楼一下都不行吗 没关系 什么没关系 我直接有线 我那个东西 从那边搬到这边来 车子开了又不是那个危险区 这样就不行 那吃脑筋嘛 吃脑筋真的是 一点通融都没有 13号中午 北市府开放第三轮住户取物 但是限制在短短的20分钟 不少受灾户都感叹 手推车加上大包小包 真的拿不完 甚至连保护用的安全帽 都没准备好 台北市政府这么穷吗 连这种准备帽子 都准备出不出来 灾民已经担心受怕 已经快一个礼拜了 你竟然连个帽子都没有 你觉得我一辈子的 家当坐在里面20分钟够吗 不管什么安全结构不安全结构 我进去像昨天第一趟我进去 我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进去搬进去 我还要拿到大马路 请问这是搬家比赛吗 搬家比赛都没这么严酷 多发局指出是否加开第四轮取物 还是得取决于安全考量 如果既是认定没有安全疑虑 会再加开民众取物 只是中央话说得好听 对受灾户来说 一辈子的家一夕之间没了 未来又该何去何从 至今还是未知数 TVC的正确 黄金文家 麦琴小组 他也报道 好 那么就要追究 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 现在有议员点名 前台北市长 柯文哲应该要出面说明 为什么在他任内 修了零损规范 让建商可以求援兼裁判呢 对这点柯文哲反驳 他是把法规修得更严呢 另外台北市政府 日前对基泰建设 进行假扣押 结果被驳回 现在法务局是说 不排除抗告 要看基泰最近的表现 对基泰申请假扣押 被驳回 台北市长蒋万安这么说 法务局长昨天也有说明 他们当然尊重北院的裁定 也会跟律师团队 再来研究 说要再研究 那法务局会提告吗 该做的我们一定会做 为灾民争取任何的权益 抗告我们不排除 但是也要看基泰这几天的表现 对不对 那因为昨天 其实是一个正面的消息 就是他把 他本来的那些理由 都其实根本不存在 他也把钱 回到我们的资金账户了 那我们当然第一个时间 现在做的是 怎么去运用这笔钱 去做安置一个住户的赔偿 说还要看看 基泰这几天的表现 但基泰建设的律师则回应 如果北市府还是想提康告 基泰会积极配合说明 就在北市府还在跟建商攻防的同时 有议员就点名 前市长也该说明 本来是有政府的角色 克文哲的修法是把政府的角色弱化 反而由建商自己在主导 所以才会有外界质疑的求援监裁判 丢得更严的话 今天这个基泰的问题 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荡 时代定的法律是比较严格 所以那个总会说什么 我在放谁 所以那些有批评的议员 建议他们再换一副眼镜 这个其实他们要换的是一副良心 反酸议员要有良心 克文哲的前副手黄珊珊 也在脸书帮腔 点出至少三大方向从严 更翻出公文 强调没有放水建商 基台大职案 让前后任市长都站上第一线攻防 TVBS新闻 刘律宣伟佳琪 台北采访报导 好 接下来追踪第一线 也是讲房地产市场 是大陆的房地产市场 那么前一阵子看到 大陆一直有建商说杠杆过头 钱不够要倒闭 恐怕房子会烂尾 那么官方就房市 推出所谓任房不认贷 这任房不认贷是什么意思 会有效吗 民众反应如何呢 我们要请特派记者明珊 带大家了解一下 近期大陆为了提振房市买气 相关的政策是陆续出笼 当中任房不认贷的新规定 是备受瞩目的 所谓的任房不认贷 指的是 无论买房子的人 是否曾经有贷款购房记录 只要证明自己的名下没有房产 那么就可以按照第一套房的标准 来办理住房贷款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苏健就表示 任房不认贷明显是为了稳定房地产市场 让大众买房时可以财务更为宽松 到目前包括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 全大陆已经有24个城市全面执行 任房不认贷 那么官方表示 预估全大陆整体的购房意愿 有机会增加15% 新京报报导 任房不认贷政策执行一个礼拜 北京新房客户到访量 还有签约量都明显的上涨 中原地产统计 9月2号到8号 北京新建住宅成交3500套 已经超过之前一个月的成交量 另外在上海 澎湃新闻报导 一位浦东新区的房产仲介说 新政执行三天 他已经卖出了四套房 这是他过去要一个月的时间 才能完成的任务 不过也有建案负责人表示 目前以存量消化为主 还没感受到大量的新增客户 另外国际间看中国大陆的 还在讨论的还有华为的最新手机 结果现在出现总统级推销员 是委内瑞拉总统 那么延期敏珍对我们了解 这位总统说了什么 又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9月8号到14号 是对中国大陆进行了国事访问 当地媒体在马杜洛出访前 播出他上节目讨论华为推出最新款手机 MAT60 Pro的报导 当中马杜洛提到了 尽管西方国家多年来对华为进行无理制裁打压 但华为还是在5G的技术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马杜洛认为华为的技术发展可以和世界上许多竞争对手相媲美 甚至是更胜一筹 那么马杜洛他同时也提到 自己现在使用的正是华为的手机 他认为使用感和安全性都相当不错 用起来非常棒 外国人是窃听不了的 他甚至还进一步呼吁 国内的科学家应该学学大陆企业的做法 在新技术领域勇于创新 不要依赖世界上任何人还有国家 环球报报导 马杜洛访问大陆第一站选择是深圳 因为他认为大陆目前的发展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在科技方面所取得的进步 深圳是大陆科技发展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这是他一个很好的起点 好 那么华为推新手机的时间 很多人也觉得就是冲着苹果而来 那么在果粉千呼万唤当中 台湾时间今天凌晨 苹果终于办了最新系列产品的发表会 只不过呢 之后的苹果股价并没有出现庆祝行情 在美国的苹果是下跌1.71%的 而在台北股市相关的苹概股涨跌互减 iPhone 15系列新机一字排开 不止经典款黑白银 还有今年最流行的粉红八笔色 新机各规格比一比 荧幕大小跟上一代相同 充电孔全面换成Type-C 并且全面采用动态导 Pro系列搭载台积电A17 Pro晶片 镜头升级全系列主镜头4800万画素 Pro以上系列再加望远镜头 Pro Max多了5倍光学变焦 Pro也瘦身了 换上钛金属壳重量少约15克 静音按钮转换能启动多种辅助功能 虽然这一次在美国官网 美金没涨价 但因为汇率关系 台湾售价全系列都涨 贵了一到两千不等 最贵的顶规机型 逼近6万成为史上最贵的苹果手机 同时苹果也发表新一代的手表 手指点两下就能接听电话 只不过苹果股价却没有因为 发表会有亮眼表现 12号收盘下跌1.71% 来到176.3美元 而台厂相关供应链则是涨跌互件 受惠苹果新机发表台积电在A17 Pro晶片的加持下 13号开红盘545块 早盘表现一路走高最高点548块 但随后下挫最低点542元 光学镜头长大力光则是开低 早盘一度下挫45块最低2,005元 一年一度的苹果发表会也让苹果股成为早点 体育学新闻 书上雨节台北常报道 好也看看日本政坛是不是气象一新呢 几天前我们就为您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要改组内阁 而现在日本媒体抢先披露名单了 最引人注目的是外相林邦正下台 由前法务大臣上川杨子来接任 那么今天上午岸田是先进行了自民党 党务一级主管的人事异动 之后举行临时内阁会议 接受阁员请辞 预计在下午会正式宣布新内阁 原本岸田内阁19名阁员当中 只有两名女性 而据了解改组之后 女性阁员将一口气增加到5人 追凭2001年小泉纯一郎内阁 还有2014年的安倍晋三内阁 而特别是亲中色彩强烈的外相林邦正 换成前法务大臣上川杨子 而有关国家安全的防卫大臣 则内定是亲台派的众议员牧原人 这样的亲中派下跟亲台派上 是这一次内阁改组最值得关注的重点之一 至于在台湾政坛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明天就要访问美国 那么今天她是照惯例主持新北市政会议 那么对于即将展开的访美行程 侯友宜说自己充满信心 不过会见到哪些美国政要呢 侯友宜还是三间其口 主持市政会议 侯市长一如既往 只是隔天市长就不在家 而超到美国出访 据悉这趟后遗可能会见对象 除了跨党派国会议员 包括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前议长裴洛西 侯团队都会全力争取 站步说明或许是基于双方默契 但这次防美行从14号到21 回台后随即碰上新北议会开议 若是侯市长请假在即 会不会把总咨询往前提 比照上会期 我会尊重议会的相关节点 那会在回来之后 隔州的市政会议来请假吗 在这个部分 我会做一个妥事的安排 先把防美搞定 回来再下决定 倒是前一晚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证实副手的八部时机 要押在侯仪出访这天 一并说明 但其中呼声最高的 前进委会副主委李继柱 已表明指挥队 蓝营的参选人全力相挺 我只能说就剩两天了 今天12号 13 14号 我们会正式的公布 这是较劲意味蛮浓厚的 郭董的规划 我真的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没有评论 共同目标是团结在野 三方阵营 但从四月至今 绝大多数是两个男人 在较劲 TVB的最终学会 新北部门 那说到总统选举 日前我们为您报导 新加坡在一号 进行总统选举 由前国务资政 尚达曼当选 而现在呢 新加坡的选举局 在完成海外选票计票之后 进一步公布 各候选人最终总得票情况 尚达曼的得票率 高达70.41% 而今天13号 就是卸任总统 哈利玛卸任的日子 尚达曼则预定 在14号宣誓就职 印度裔的尚达曼 从政20多年来 一直是当地 深受欢迎的政治人物 他曾经连续五届当选 国会议员 而这次为了参选总统 尚达曼除了退出 执政党 人民行动党 也辞去国会议员 卸下国务资政 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 等政府职务 人气依旧不减 得票率创下新加坡 历届民选总统的 最高纪录 国际间是不是 通膨阴影又起呢 随着沙烏地阿拉伯 扩大减产力度 全球石油市场 在下个季度 每天的供应短缺 恐怕会超过300万桶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在12号发布了一份报告 预测这个季度 世界石油库存会急剧减少 未来三个月的产量 更将进一步大幅下滑 每天大约短少有330万桶 那么根据彭博分析 上次出现如此大幅的短缺 是在2007年 而如今 沙烏地阿拉伯对于石油生产 显然是鹰派抬头 加上OPEC Plus的成员国 俄罗斯削减出口 也带来助力 那么这样的鹰派策略 有可能会为全球经济 带来新的通膨压力 欧洲柴油价格就宣告飙升 而美国航空公司也警告乘客 要做好机票成本上涨的准备 而近年回到台湾 要说买最近这巴西进口弹的争议 从业者是不是够资格 进展到这商品的品质 到底好不好 那么为什么从巴西海运而来的蛋 能存放那么久呢 日前农业部是说 巴西蛋在装箱之前有涂腊 所以延长了保存期限 直播却也传出 食药署表示 蛋品并没有涂腊 难道我们政府机关 真的不顾民众吃的安全吗 那么现在食药署提出解释了 他们所谓的没有涂腊 他们稽查的是在台湾 洗选之后的蛋 不满农业部的进口蛋争议 新党立委参险人 直奔农业部抗议 陈其中 赐参农民之子 陈其中今天已经变成农民之子 高神奇呼 要陈其中下台 尤其最近一波争议 就是巴西进口蛋 台湾发被食药署 周出物质保存期限 所以全数从全联下架 两万颗蛋估计可回收 六百到九百盒 但现在外界更好奇的是 农业部跟食药署 对图辣说法 远农业部说 巴西蛋装箱前有图辣 所以可保存四个月 不过食药署鸡查却说 蛋品未图辣 所以你们说的 它没有辣是台湾的业者 没有帮他们图辣 我们昨天 前天鸡查的这一家 洗选厂 它的制程里面 在洗选完以后 没有图辣 它在巴西过来的过程 是有先做图辣的事情吗 在我们的 抱怨的资料里面 没有这样的资料 没实际到巴西端看过 食药署紧正回答 不过保证目前国内 进口蛋品安全无余 只是巴西蛋品 因涂辣可延长保存 但若经台蛋商 洗损后 这辣多少被死掉 会不会缩短保存期限 我们会持续在关注这个议题 但是目前没有看到说 这批进口的蛋 保存四个月期限的这些蛋 有看到在四个月内 有变质腐败的情形 当初未解蛋荒 进口蛋应急 只是进口蛋又被质疑 有食安疑虑 CVB的新闻 花转三千万柔 派报道 而且问题是 即使可以保存四个月 之前那批巴西蛋 其实都已经超出期限 标示是标错了 所以最新发展是 台农蛋品已经把那些巴西蛋 全面下架 而医师的提醒是 不管是进口蛋 或者是本土鸡蛋 只要没有完善低温保存 都可能会有细菌感染 所以最好在烹煮前 蛋壳都要清洗 另外一定要煮熟 工作人员忙着 将鸡蛋分箱分装 这些都是从养鸡场 直送到这儿的新鲜鸡蛋 准备出货到通路 或是到消费者手中 像这种没有经过 席选的鸡蛋 直接从鸡场直送 在常温之下 可以保存两到三周的时间 而像是这种 席选过后的鸡蛋 要经过冷藏之后 依旧可以存放至少一个月 你冷链必须很完整 都是一直冷藏的状态之下 它可以保证它是可以到那个时间 那如果说中间有拿出来退冰 又冰 又退冰又冰的话 那事实上不可能放到一个月这么久 但在经过席选过程之后 降低蛋壳上的粪便 沙门氏菌等等污染源残留 而进口鸡蛋在冷藏运抵台湾后 也会送往席选场洗径 不过进口蛋存放期限到底能放多久 那个从那边进来都是坐船 所以都是坐三四个月是跑不掉 所以如果说在正常 他们的那个低温的保存之下 大概就两三度的话 其实鸡蛋冰了三四个月不是问题 对 今天主要是差异在说 它如果冰的东西拿出来再使用的时候 可能要比较快使用完 不然的话它比较容易会变劣质 如果你拿出来已经退冰退了两三天 再冰回去那个东西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进口蛋运输时间长 蛋能保存多久 就得依靠完善的冷链运输 才能保持蛋的新鲜度 这次超私进口巴西蛋争议延烧 尽管农业部强调已经检视巴西蛋进出口资料 有完整包装跟全程冷链 但问题就出在这批蛋最晚是5月30号装船 但却发现还在架上的巴西蛋 包装盒上所标示的制造日期是9月6号 保存期限到10月5号 让外界质疑 进口蛋保存期限已经超过4个月 因为以进口蛋来说 在贩售的包装盒上 标的都是台湾洗选厂的洗选包装日期 但有效期限应该要依照当地来源厂的4个月为期限 对此农业部也声明 经过清查之后 专案进口的巴西鸡蛋 最后一批有效期限分别是9月24号 9月25号还有9月27号 目前所有巴西蛋都还在有效期限内 而台农蛋品也承认标示错误 全面下架回收 上面标示的有效日期 就是写2023年10月5号 这个在我们所有的爆炎系统里面 我们就发现这样的标示确实有问题 这一批产品的爆炎的资讯 它的外箱上面就有标示 把它放大来看 上面就有写制造日期跟有效日期 那这一批产品我们看到它的制造日期是今年的5月27号 有效日期是到今年的9月24号 可以判断是这个有违反28条之余 也就是产品的有效日期标示与事实 原厂的规定的日期有不符了 原厂规定的日期比较短 那它现在标到10月5号 所以这一批产品我们已经责成业者 要立即下降回收要改标 即使席选蛋在冷藏环境下 可以放长达一个月 但医师也提醒还是得留意 因为鸡蛋容易遭到微生物污染 但可有损坏或是有臭味都不可以再食用 也尽量要煮熟再吃 我们知道细菌它有很喜欢的滋长的温度 大概是10度上下的一个温度 所以如果说我们在保存的期间 不管是运送或者是制成的过程中 如果没有维持一个比较低温的状况 那么可能细菌的分裂 以及繁殖就会比较容易 我还是建议说 任何生蛋要做料理的时候 蛋壳一定要做一个基本的冲洗 甚至用一些洗洁精 把蛋壳的表皮先洗干净 这个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最好不要食生蛋 就是说蛋经过一定的条件烹煮 即使里面有残存的一个微量的细菌在 都有可能在烹煮的过程中 把这个细菌给消灭掉 一般来说我们跟这个食物 比较有相关的症状 大概是4到6小时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吃了蛋以后 在4到6小时里面有出现 类似肠胃道的症状 这个就有可能潜在的 受到细菌的感染了 从缺蛋再到蛋架 以及进口蛋的保存期限标示 台湾鸡蛋争议恐怕还没落幕 TVV的新闻 余先生和刘君台北采访我都 而接下来就是中秋送礼季节了 各地余会纷纷推出海鲜礼盒 跟去年比较起来 这些海鲜礼盒 大致价格持平 没有大幅上涨 只不过内容物不太一样 放下生死鸡干贝 尖到子子作响 而且大小一点也不含糊 直接拿出十元同班比对 整整搭了三杯 满满的肥鱼卵香肠堆成金字塔 实际咬下去肥鱼卵在口中爆开 不只生死鸡干贝 还有套丁青鱼片 鬼头刀鱼牌白虾等等端着满满的海鲜 中秋节即将到来宜兰苏澳区云会 再度推出强仙吉井礼盒 价格还跟去年一样 只不过品项却有些许的差异 单价高的黑鱼跟石斑鱼 今年都改成五载鱼跟鬼头刀鱼牌 基本工资鱼饵 包装材料价格统统上涨 国内海鲜价格平均上涨20% 不只海鲜烤肉必备食材 宜兰的猪肉也是贵桑桑 宜兰它属于猪源比较少 过来的时候会考量交流运数 所以它成本会比较高 还不只宜兰基隆也同样推出 海鲜礼盒10种当季国产食材 有鱼也有肉 组合价格跟去年相同 不过其他单品项 丈夫则是达两成 余会不约而同 推出礼盒想抢中秋节商机 提别的新闻简大陈流 新口言身份宜兰一龙采访报告 说到在台湾买买买 日前有国外观光客说很新奇 就是买了之后常被问 有没有载具 只是让大家申请发票载具 查询消费记录的那个电子 发票整合平台 最近常常塞车 只有会计师说 他们为了申报税务必须下载资料 偏偏上网登记 那排队时间好长啊 他们只好加班 如果要申请手机载具的话 就必须要上财政部的 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 就连会计师要申报营业税 也必须要仰赖这个平台 但是近期却出现了塞车状况 就是因为政府营业税申报期间 加上近年电子发票 使用急剧成长 导致平台流量达到高峰 影响最有感的就是会计师 11号的时候 座位是卡在刚刚的前面画面 就进不来 要帮客户申报营业税 平时熟悉的作业流程 几分钟就搞定 从9月11号增加排队机制 是从登入这一关就开始卡 连带影响到后续申报作业 我们最后退合求其次的方式的话 就会变成是说 我们就离风可能是大家下班的时候 我们就会留下来加班 那在加班的时候 平台可以顺利登录的时候 我们再去下载这个资料 财政部坦言确实在想办法 因为这个平台从2011年至今 都没有扩充升级 再加上电子发票使用率大幅成长 从2011年2亿张到2022年84.5亿张 消费者申请使用手机条码已超过1400万个 导致应用系统及资料库效能不足 明年1月才有新系统建置上线 在这之前9月才会先采取排队机制应用 还是由数位发展部协助软体 但还是卡卡的 因此同时持续盘点调整非及破性资源 挪工以满载系统使用 毕竟电子发票签设范围广 系统优化脚步得快 底本新闻连织周轩台北报道 全球化真的要走入历史了吗 世界贸易组织WTO 12号在2023年世界贸易报告当中 就提出警告 说全球贸易去全球化 虽然还没有成为现实 不过贸易碎片化的最初迹象正在浮现 这报告指出 多边贸易体系愿景正受到质疑 而新冠肺炎疫情 还有乌克兰战争等等危机 更强化了所谓全球化 导致经济面临过高风险这样的观点 WTO表示 各国把供应链转移到盟国 而不是最有效率的出口国 这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正在改变贸易活动 恐怕也会冲击经济发展 疫情后对抗通膨大作战 真的逐渐接近尾声了吗 这个星期欧美都有重要的经济消息要公布 包括欧洲央行要公布利率决策 而在美国是要发布关键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分析师就提醒 现在就说战胜通膨其实还太早了 一方面是全美汽车工会跟三大车厂的劳资谈判 还陷在僵局当中 另外是最新公布的全美家庭平均资产 这数字上虽然刷新记录 只不过假如把通膨给算进去 这数字其实比去年还要少呢 美国人从来没有这么有钱过 根据联审会最新数据 全美第二季家庭财富达到154.3兆美元 打破去年创下的记录新高 主要来自股票和房产都赚钱 不过这笔庞大金额实际算起来 价值却比去年的152兆美元来得少 最大癥结点就在高通膨 根据穆迪分析 在购买相同商品和服务的情况下 今年7月 全美家庭的平均支出 比两年前此刻多花了700美元 相当于台币2万2000元 尽管距离战胜通膨还言之过早 但投资人还是有理由乐观 分析师预测 联准会这个月暂停升息的几率 逼近90% 如今大众该担心的 反倒是全美汽车工会 和美国三大车厂 通用福特和斯德兰特斯的劳资谈判 陷入僵局 全美汽车工会的诉求包括 四年内加薪百分之四十六 今年立刻加薪百分之二十 并为所有工人提供固定福利养老金 已经每周工作四天的制度 如今时间所剩无几 劳资双方必须在这周四的 午夜期限前取得进展 否则一旦上演罢工 预估会出现超过50亿美元的 经济损失 根据康奈尔大学统计 过去一年 全美至少上演70起 各有100人以上参与的罢工事件 并为期超过一周 罢工数则比前一年增加四成 罢工浪潮一波接一波 广受大众的支持 民调显示 有百分之六十亿的人相信 工会是在帮助 而不是伤害美国经济 这数字也创下了记录新高 在最终期限来临前 市场近代即将在周三出炉的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周四公布的生产者物价指数PPI 并同时关注欧洲央行 即将在同一天召开的利率会议 但就在利率决策出炉前 欧盟支委会宣布 下修欧元区二十国 今明两年的经济成长预测 原因除了被德国经济萎缩 拖累外 还包括乌克兰战争 通膨天灾 以及不断调升的利率 在今年欧元区通膨人偏高的预测下 欧洲央行会暗兵不动 还是继续升息 市场一见人陷入分歧 TVB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全球共同面对的 还有气候异常 天灾发生频率大增 造成破坏也增加 五大电信单位配合主管机关 推动灾访警告广播讯息 那么接下来这是要特别提醒台湾观众的 就是在今天下午会进行测试演练 预计在四点的时候会发送讯号 而测试地区包括全台湾还有里岛地区 那么在测试期间 是不会影响到大家的电信服务使用 只不过也要请大家在手机收到警报的时候 无需紧张 这是刚刚五大电信公司 提供给大家一个最新的讯息 而在国际间呢 现在很多业者是在想 怎么抢疫后商机 以迪士尼来说 几大乐园纷纷推出新玩法 像上海迪士尼就宣布 今年底他们要推出动物方程式乐园 而香港呢 则是会有冰雪奇缘 主题乐园 都标榜这是全球第一座 直播游客增加之后 香港迪士尼的窃案 也比去年增加了一倍 迪士尼的3D动画 冒险电影动物方程式 年底将出现在上海迪士尼乐园 我是夏吉亚 欢迎来到动物场 电影中的造景 已经打造得差不多正在收尾 上海迪士尼预告 游客届时可以化身成动物居民 还能体验最新科技玩法 不止上海迪士尼有新梗 香港迪士尼将在11月20号端出全球第一座冰雪奇缘主题园区 有云霄飞车跟雪岭滑雪橇还能跟电影角色对话 原方说期望新冰区吸引全球旅客到访 中国大陆防疫常态化之后 游客出拢 迪士尼的纪念品也成了小偷目标 香港迪士尼今年到8月 已经至少78起窃盗案 比去年多一倍 而遭窃的多数商店内的公仔 环保贷钥匙扣等 一共106人被捕 当中香港本地人居多 陆客则是占一城 都是偷离自己用的 还有转让给朋友 因为乐园里面 它同一边的铺头就不同了 它是会一间比较大型的铺头 然后有不同的出入口 所以基本上它们不会针对 某一间的店铺 才去盗取一些物件 迪士尼在抢1号复苏商机同时 更是严加打击园区之内的 不法行为 TVBS用黄关门成用文综合报导 而有时候非职业更热情 来看今天的冲金牌背后汗水专题 春毕业篮球联赛 决赛三天 到场观众过10万 全网流量30亿人次 春超足球联赛 两个月稀客百万 网路直播一场比赛能有五千万人次 全网流量破三百亿 数不清的精彩进球 一场又一场的歌舞表演 轩然烟火 这两项已被视为全世界最高水准 篮球联赛NBA 以及足球超级联赛 命名的乡村业余体育赛事 2023年端出超音赶美的人流数据 让全球粉丝聚焦 大陆贵州 从贵州省会贵阳出发 我们坐了四个多小时的车 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 才来到常驻人口 只有38万人的小县城 也是村超发源地 永江县 盘球传球射门 球球到位 穿着10号球衣的东永恒 在刚落幕的村超赛季中 12场比赛累计进球15个 获得金学奖 已经努力了 这个比分也对得起大家 对得起我的队友 东永恒换下球衣 他还有另一个响亮的名号 卷粉王 这里以前就是一个商场 就是有卖衣服呀 小吃呀 就以前比较热闹 对 这是我们家卷粉店 脚上踢球功夫 本来话说 东永恒手艺还更利落 和姑姑一起经营 当地特色小吃卷粉店 一天最多得包上 4000个卷粉 手太重的话也不行 手太轻的话也不行 太轻的话它就不紧 不紧的话 它这个拿起来的话 它这个里面的烧就会露出来 34岁的东永恒 国中开始学足球 一直踢到大学毕业 后来忙于工作只能放下 但随着村潮热潮席冬江 他心中的足球魂也再度被唤醒 村潮就是突然火起来了 就是自己的那个内心 对足球的那份激情又起来了 各大中小区的所有的足球场 它全部是对外开放的 全部是免费的 荣江人有多爱足球 50岁的杨雅江最清楚 他是村潮发起人 小学校长 这个球场有被洪水淹了几次 然后这个洪水一退过去 我们第一时间就是扛这个铲子 扫把这里都把这里把淤泥把它清走 杨雅江认为 村超能火爆大陆倒吸引国际关注 关键在于明明村位 不仅参赛球员必须是 非职业运动员的村寨居民 啦啦队也几乎清一色来自本地村庄 场边加油敲的是家里锅碗瓢盆 获胜队伍奖品是黄牛一头 或是猪腿一只 中场休息时间身穿洞足 苗足传统服装的村民 吹奏民族乐器大进场 展开大型歌舞表演 我的老公是口袋足球队的队长 我每次当拉队 就是声音就是哑的 就是加油加油 就是必须加油 村超的火爆 让香港明星足球队也坐不住了 队员港星陈百祥 李子雄先到熊江探路 接着找来黄日华 何嘉靖等艺人 组成明星队出战村超 在球场里面什么位机都打过 小门员 后卫 中锋 前锋都打过 村超的成功除了当地有累积80年的 踢球文化 又刚好遇上疫情解放后的旅渊热潮 少数民族表演 美食 体育 靠着一条条短影片 在网路迅速播 我爱村超 这一款 现在大街上都看到很多人穿这种衣服 上一次总决赛 我们那天被了银额 应该在超过一万吧 此外BBC评论 随着中超晶圆足球泡沫爆破 大量资本推出职业联赛 加上大陆足协腐败丑闻 以及男足国家队距离世界杯仍然遥远 声称所有支出都来自村民的村超 让大陆网民找到另一个空间 能积极讨论国内足球 同样靠草根球队打响现象级赛事的 还有贵州台江县台盘村的村BA 这里最大的露天篮球场能容纳2万人 但官方数据显示 当地人口只有3000 村BA现场现在是下午4点半 气温33度 不过看看我背后 多少人撑着伞 戴着帽子 也坚持要看完一场又一场的比赛 和村超一样 村BA最高原则就是接力气 以农民为主体组建参赛队伍 每队最多12名球员 必须来自图义乡镇 曾在CBA NBL 注册过的球员 都不得参赛 我在台白乡 担职消防员做队长 早上吧 就去下村 去检查一下工作 就是下午 我们就回来担心 2023年3月 村BA平均每场比赛 涌近2万名观众 规模碾压大陆直篮 CBA平均上座率 甚至还超过NBA勇士队 逐场满座的1万8千人 大受困难美继的 是NBA最印士官长热火队当家球星 Jimmy Butler 他7月到台盘村 在现场几万人的欢呼中 淡上了苗族迎视 还跟着主持人 学了几句苗族方言 村BA热火朝天的气氛 丝毫不受中美两国紧张关系影响 Jimmy Butler笑应下 台盘村处处可见 篮球元素的布条彩绘 我是湖北以上的 听说贵州热情好客 我们就来了 赛也要坚持 天无三日情 地无三礼平 多山多雨的贵州 曾被陆媒中国网报导 是全大陆贫贵人口最多的成分 但就在草根球队打响现象级赛事后 荣江县政府统计 五月村超接待游客超过107万人次 同比增长39.73% 旅游综合收入12.41亿人民币 同比增长52.08% 村BA则是一年吸引超过200万游客 旅游收入达23亿人民币 没有创新的话 外面的观众 或者是所关注我们村超的这一部分人 会不会有一种审美疲劳 村超 村BA用极致的土味 打破职业赛事说不清的黑幕 假球腐败 但随着大陆体育总局发布 开展全国乡村篮球赛 以及大批企业争先恐后 找管道赞助村超 要如何保持随性浪漫 不受蚌蚊入竭的魅力 成为乡村赛事后续发展最大难题 TVBS新闻程序林宁珍 魅珠采访不懂